我想过敏性鼻炎应该是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困扰 很多朋友来求诊就是说 医生怎么办?我这个过敏那么严重 这个疾病要怎么解决? 事实上过敏是身体在保护我们人体的一个免疫的过程 只不过它过度的反应了 当我们有一些无害的物质吸入到体内 或接触到我们的人体的时候 我们就会启动这一系列的免疫反应 来想要把它排除掉 但是如果说它的反应太过激烈了 包括说像过敏源如果进到体内 它跟我们的免疫球蛋白结合在一起 它就会刺激我们的肥大细胞分泌大量的组织胺 这些组织胺就会让我们人体有很多俗称的过敏的反应 我常笑说这叫七孔流水 譬如说哪些症状 它如果眼睛在痒 它可能会一直异类 耳朵在痒去刮它可能会流汤 鼻孔当然就会一堆鼻涕 因为鼻塞可能会一直张口呼吸会流口水 我常笑说这叫七孔流水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解决 医生可能又有很多法宝 像我们有内科的方式 又有外科的方式 第一最常遇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安排一些药物的治疗 使用上面当然顾名思义就会使用抗组织胺 把组织胺的量把它压下来 那抗组织胺呢 只是单纯把鼻水给压下来 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说 那我鼻子不是只有鼻水多 我还会塞啊 我根本吸不到空气啊 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武器叫做血管收缩术 那医生可能选择一个有抗组织胺跟一个血管收缩术的结合体 可以减少这样一个状况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武器 我们或许可以使用像减敏疗法 可谓减敏疗法 你的免疫过程太严重了 你的免疫反应太激烈了 我们靠一些所谓的减敏的一个方式 让你的免疫慢慢的降下来 我最常形容的一个叙述就是 如果每天有一个人就对着你这样呼巴掌 每天呼你个两百下 久了之后你的皮变很厚 是不是就不怕痛了 类似这样的概念 所以厂商就设计一个标准过敏人 但是因为这个整个过程比较困扰 所以他针对比较一般民众比较常遇到的 塵蚌过敏来做设计 所以像这塵蚌过敏 我们早年会透过皮下注射 来做这样的一个减敏的治疗方式 现在我们有一个武器 叫做直接舌下含钉 你只要每天吞一个低剂量的一个标准过敏源 标准的塵蚌过敏的一个吞剂舌下钉 那一段时间三个月半年 甚至到一年久了之后 你就会对这个塵蚌达到一定的免疫的状况 所以跟处理可以达到八成以上 当我们那颗效果都不好的时候 尤其是针对鼻塞 我们还有一个外科的武器 我们可以安排手术 把这些因为不断的接触到过敏源 过度深深的增深的一个鼻甲 还有过度的一个增深的一个鼻黏膜组织 帮它做一个减肥手术 让我们的鼻腔的通道比较顺畅 我们有一个神经叫做抑管神经 它是管控我们的过敏神经的一部分 那我们可以试着手术的时候 把这神经找出来 把它修剪掉 阻断它整个过敏的反应 人体只要遇到过敏源 透过这个神经引起一些的过敏反应 我们把它阻断了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过敏的控制 没错 但是很可惜的是 神经它总是会自己找出路 有些朋友他在看完到了数年之后 有一些神经代偿性的增深之后 他又会有一些轻微的过敏反应 我不用担心 因为大部分过敏 它在回复的严重程度 远远小过于你原本的过敏反应 所以手术的成效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踏向对方 像拉格 这样 其实逆大了 感谢观看